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这一节呢 我们继续来往下讲电子支付概论 那么上一节呢 我们讲了一下支付和支付系统 以及我国存在的几个主要的支付系统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支付 那么电子支付 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 它的现状是什么 定义和它的分类 那么我们说啊 现在呢 电子支付在全球呢 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那么我们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 那么电子支付已经成为 在世界上当中 最常用的一种支付手段 那么在我们这个 这个全球范围来看 其实范围最大的电子支付平台 其实还是PayPal 它的范围很大 不管是在美洲还是在欧洲 都有在应用 在全球范围内有56个市场 以6种货币在使用着这个PayPal 包括在我国依然也可以注册PayPal 那么在以前是不可以的 现在基本上还可以 那么在美国的网上交易中呢 我们说PayPal占了90%以上 每10笔网络交易 就有9笔是通过PayPal产生的 它可以提供好多功能 那么并且呢 PayPal还发行了自己的借记卡 那么准备把它换成一种 虚拟借记卡的服务 所以说对于PayPal来讲 它在美国的日常生活当中 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就像我们的微信和支付宝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处于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地位是一样的 离开了微信支付宝 我们会感到很不方便 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在我们国家 我们可以看看啊 2005年2月份啊 我们说阿里巴巴旗下的 这个淘宝 花贝了3000万美元 开发了这个支付宝的 这个支付交易工具 那么在2005年的4月7号 那么我们说这个 那个提供商通融通的公司 提供的这个 ePay的电子支付平台 也进军了我国的 这个电子商务支付领域 5月4号 云网推出了这个 企业级的在线支付系统 at网 5月20号 网银在线携手VASA 在我国也是推出了 这个在线的 这个VASA验证符 那么所以说呢 2005年 我们国家号称是 电子支付元年 这是马云喊的口号 就是电子支付元年 2005年 那么06年之后 就进入了这种恶性的竞争阶段 所以说呢 在05年 06年 以后 那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国家的电子支付 是比较混乱的 大家互相恶性竞争 你要这个家 我要这个家 互相更便宜 那么 所以说呢 2006年的市场规模 就达了300亿的大关 而且在以后的4年 保持着高速增长 因为这时候呢 国家还并没有 对它施以限制 或者是进行的管制 所以说 这个时候 这几年 2006年到2010年 这几年呢 一直在互相之间的 疯狂的竞争阶段 那么比如说 这个 守信息支付啊 成立了 卖给了一家 叫做PayE的这个公司啊 那么一保呢 收购了西部支付啊 等等 那么10年呢 我们说很多年轻人 就习惯在网上完成 电话费啊 机票等多种这种付款 就是我们习惯于在网上 既然能买东西 我们就可以直接付款啊 所以说呢 支付宝和财富通 在这个支付交易规模 已经达到了一万亿 亿元啊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增长很快 那所以说 2010年6月份 央行就正式发布了 非金融机构支付管 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因为不管是微信也好 支付宝也好 还是什么财富通也好 这些都属于非金融支付啊 那么他们只是一个技术公司 他们其实并不是金融机构 那么所以说 国家一看 哎 005年 006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发展了 四五年 大家打的也差不多了 我要开始进行管理了 这时候就推出了这个 非金融支付管理办法 那么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哎 我要提出来 如果以后你没有牌照 你就不能再来玩电子支付了 所以说呢 2011年 是我们支付 第三方支付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年央行分别在五月十八日啊 八月二十九日 以及十二月二十二日就三次分别给二十七家十三家和十五家一共是啊六十五家发布了这个 对对四十三十四五十五家发布了这个运营牌照啊 那么这个牌照呢 我们说首先是第一批啊 就是五月十八日发布了一个二十七家 那么这二十七家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支付宝 银联商务 包括财富通 都在包括当时很很好的快钱支付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说第一批获得牌照的 包括这几家 包括北京银联商务啊 数字王府井啊 包括山德啊 山德机构等等都在这里来来获得了牌照啊 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牌照啊 这是属于山德电子商务公司的啊 我们说五月八号发的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第一批的二十七家 然后第二批的八月二十九日的十五家啊 十三家 然后呢 十二月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十五家 那么这是第一批的牌照 其实我们就发过来了 那么在以后以后 我们这个中国也是逐渐的不停的在发牌照啊 那么随着你考虑成河 我就发就发给你个牌照 那么我们说在一年三月份呢 这是我们国家这个第三方支付市场的 这个市场份额的样子 那么一二年到了一二年 我们看啊 在一二年基本上还是支付宝占了半壁江山 百分之四十九 将近百分之五十才是支付宝 那么当时财富通 其实还是只有百分之二十 只有五分之一啊 剩下的就相对来说更少了啊 那么这是在一二年 那么在一三年 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店的支付网站的一个排名啊 那么第一是支付宝 第二是财富通 然后快钱一保等等 那么这是支付宝财富通和快钱 接着发展出来呢 到了一六年 我们说第三方支付的排名就有了一大的变化啊 我们排名第一的是银联商务啊 然后才是支付宝和微信 那么为什么是银联商务呢 其实银联商务 其实它是一个呃 这个国家的 号称一个国企转的啊 它主要就是这个银联 那么银联 其实我们知道所有的信用卡交易都要经过银联啊 所以说银联商务 它的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第三方支付公司啊 那么这是一些第三方支付的中小的企业啊 包括什么微钱包啊 快富通啊 什么东方支付等等 这些一些是一个小的中小的第三方支付企业 那么到了二零截止到2015年的9月8号 我们说中国人民银行一共发行了270张第三方支付的牌照 那么虽然发行了很多 但是也不是只发不收啊 那么如果你做的不好 其实央行还是要收回来 比如说浙江意识 意识将意识这个企业这个有限服务管理公司 已经被多次违规被正式注销了 然后广东移民旅游休闲服务公司啊 由于非法吸储啊 10月8号 2011年10月8号被调销 那么上海畅购企业服务公司 因为挪用客户费付金啊 被造账策等等 被也是被央行取消了 所以说呢 不是你发了就一定能用 那么当然还会 会不会再发 这个现在也在看 那么呢 但是如果你表现不好 一定会被撤销 注销的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 那么还有在我们支付当中呢 其实在15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 就在15年中国批准了五家民营银行开始运行 那么首先第一个最开始的是腾讯旗下的前海微重银行 那么是在1月4号啊 随着我们的客户总理按下的回车键 发放了第一笔贷款就正式开始运行 15年5月推出了普惠金融和威力贷啊 到了19年6月11日 微重银行入选2019年福布斯中国最具创新企业 创新力企业的榜头 那么到了2020年1月9日 那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胡润中国500强名企业 那么微重银行排在了36位啊 那么这是腾讯旗下的微重银行 另外一个和他对着干的呢 我们说哎不能说对着干啊 就是说哎就是网商银行 我们说现在BAT 那么百度呢哎是做以斯多引擎的 然后有腾讯和阿里这两家企业在各个领域都散开 强烈的竞争 那么微信银行啊 网商银行也是它是由蚂蚁金服 也就是阿里巴巴啊 作为大股东发起的中国第一家核心系统基于云架构的这种银行啊 那么在2015年6月25日营业 那马云他的目标一直是这样 他是希望能做一家专注服务小微企业的银行 所以说网商银行的这个使命和愿景很清晰 就是说我在未来五年 他都要服务一千万的企业 而且是小微企业 他主要都是对小微企业来贷款 就说比如说我要开一个包子店 我要开个包子店 但是我钱不够啊 大多数人其实就是说小本生意嘛 其实很多人是起步威艰 就是没有办法来起步 那么可能我需要十万块钱才能起步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 十万块钱可能也不容易拿出来 那么这时候呢 网商银行就是提供这种贷款给他们 所以说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由于支付宝也开了 也开始用微信也开始穿过 那么尤其又有微众银行 又有网商银行 全国人们都想做金融 所有的互相网企业都想开银行 那么这时候 哎我们说号称宇宙第一大银行资产 这么多的中国工商银行 终于也忍不住了 宣布从2016年2月24日开始 手机银行境内转账消费汇款全部免费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银行转账 跨行和跨市转账 一定是要收费的 就说你想就像我上连课讲的 对吧 我想把一笔钱从北京转到大连 那么我需要花钱呢 但是中商银行终于宣布 手机当然只针对手机银行 汇款全部免费 那么同年16年的1月29日 我们平安银行也是转账手机费全免 2月16日光大银行手机费也全免 所以说其实民生银行相继宣布也都免费 那么所以说 我们说虽然危重银行 和网商银行都是一个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银行 那么他们能不能真正的撼动 这种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就工农中间的几大银行的地位 还是他只是永远只是轿局者 我们随着实验的发展来慢慢的看 那么所以说 什么是电子支付呢 电子支付有很多很多定义啊 我们看这都是不同的定义 大家只要一查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定义相对来说说的比较全面啊 就是以金融电子化网络为基础 以商用电子化工具和各类交易卡为媒介啊 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手段啊 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系统当中 并通过计算机网络来实现电子信息传递形式的这种流通和支付 就是电子支付 所以说啊 它是以网络计算机系统来实现这种电子信息的流通过电子信息的这种传递来实现这个资金的这个流通和支付的这种形式 就是电子支付 当然下面还有很多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再去看 我这里就不详细挨个讲了 那么说电子支付 它并不等同于网络支付 而且它又早于互联网 它有五个发展阶段啊 你看第一个就是银行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银行之间很早之前 银行之间就可以通过这个电子方式来实现这个业务的这个结算 那么这是银行之间 比如说工行和建行之间 我们要进行这个转账 或者是进行这个清账 这个清算 那么这时候呢 其实就是有了电子支付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这个电子之后就变成银行和机构之间 就除了银行之间 我进行互相清算之外 银行和工作 比如说银行和我们交大之间 可以帮我代发工资 可以帮我结算钱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银行和机构之间 也实现了一定的结算 接下来呢 就是说除了银行和机构之外 我们有很多消费者呢 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自动贵源机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ATM 那银行为了方便 我提供了ATM机 那么你用户可以通过刷卡 就可以提现 转账都可以办 这就是ATM 我们说的就是ATM 然后呢 后来ATM还不够 那么有些时候销售还不麻烦 我们又说又出现了这个Pause终端 也就是我们的销售终端 Pause机 那个Pause机其实就可以提供了一种 我这个在商场进行刷卡消费 这等等 这个ATM和Pause 我们下一章再来讲 那么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电子支付的一个手段 即便在现在 微信和支付宝已经服务大多数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支费需求 但是ATM和Pause依然会存在 然后就是网上支付 所以说网上支付 才是最后才出现的网上支付 我们下一节就主要讲的就是网上支付 我们这也讲的是电子支付 网上支付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 进行的这种 在直接的这种网上这种结算 我们就说网上支付 然后呢 我们看看电子支付的分类 那么电子支付 其实有很多根据不同的支付方式 和支付和分类方法 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按照通信渠道 我们可以分为电话支付 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 按照离线支付卡的戒指 分成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支付 这就是比如刷卡的 还是NFC的 这是不一样的 对吧 离线支付 那么按照支付的模式 分为主要的五种电子支付模式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说法 其实可能还有其他的分法 那我这里就大概以这五种方式来说 第一个充值卡支付 就买充值卡 不管是你的电话卡 什么什么这种 那个什么 比如说那个交通卡等等 通过充值卡来支付 第二个呢 通过这个银行或者邮政汇款来支付 第三个通过网上银行 第四个通过第三方支付 这些信支付宝 比如说第五个通过电话 虽然电话支付现在不太多 但是依然可以用 然后呢 这个支付产业的三种模式 我们国家的发展呢 虽然我们现在不客气的说 我们中国的电子支付 是这场最先进的电子支付 但是呢 其实我们的发展还是从起于微末嘛 我们是最开始 其实还是仿照到美国 当时比较先进的 这种电子商务国家来实现的 所以第一种模式就是复制PayPal模式 因为PayPal是最早出现的这种 网络的这种 网上支付的这种成熟的模式 所以说 我们还是复制的PayPal模式 然后呢 有支付网关模式 这就是其实建立网关 包括手心意支付啊 包括其实支付宝 干的也是这个事啊 它本身并不作为支付手段 它是通过 连接用户和银行来实现支付的 第三种 就是移动支付 那么移动支付 其实它本身也并不是一种独立的 只是这么说 因为移动支付 它特指的是通过移动终端 手机啊 什么iPad啊等等 或者是这种移动PayPal 等等这种移动支付方式 我们说这是三种不同的模式 然后呢 如果按照金额的大小 我们又可以分为 基于网络的小额店的支付 基于信用卡的小额店的支付 以及大额电子汇兑系统 这个大额电子汇兑系统 是一个单独比较 比较特别的系统 我们在后面会再讲 作为一张来看 这个电子汇兑系统 那按照支付的金额的多少呢 其实国际上的划分和我们不太一样 它分明的是V支付 那么V支付呢 其实就是价值很小的支付 V嘛 V小的支付 一般小于四美元 精确到十分之一 那么它一般是电子在建立在电子现金的基础上 基本上不收 不收这个业务费 第二个呢 是消费者级支付 一般价值在五美元到五百美元之间 主要的是基于信用卡级的支付 第三个就是商业级支付 大于五百美金的支付 一般是这种电子支票 是比较适合的方式 那么这是国外的分吧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这一节 这一讲所讲的内容 就是电子支付的基本的概念 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 那么下节课来看网络支付 那么下节课再见